在有一些場合當中 有一些需要過濾除菌 因為用高溫高壓殺菌的時候 可能會破壞它的化學活性 這時候過濾除菌就非常有用 現在阿元示範 像這個是.22的濾膜 syringe filter 這是針筒 我們一般因為它這個包裝起來 都是無菌的狀態 如果說各位是實驗室新手 千萬不要無意的去打開它 像一種filter的話 一個最便宜的20塊 貴的話可能五六十塊都有 現在呢 假設我們要過濾一體的時候 第一個把它撕開 阿元個人的習慣是 它出來的時候其實都會有一小段 我會往下壓 然後這時候 假設在吸取液體 假設吸取藥的液體呢 這是20毫升的 syringe 我們吸完了20毫升 接下來這個關鍵步驟請仔細看 我在拿filter的時候 它是完全密閉的 這是我手上已經吸毛的 不管是蛋白質容易 或者是抗生素 這種不適合用高溫高壓滅菌的東西 這時候我手指捏緊 為什麼等一下我撕開來 我沒有捏緊的時候 可能會整個帶走 這樣整個帶走 好捏緊黃色的圈圈 就是filter的部分 撕開 好千萬不要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用手去拿 這邊是OK 但是末端不要手去拿 那阿元這邊示範 這邊插進去 轉緊 接下來因為這邊是無菌的 這當然是示範 正規的話是在無菌操作台 這一塊區域呢 我們就到無菌飾管裡面 開始滴 開始滴 好萬一滴到一半 它的雜質過多 或者它的縫隙被塞住了 需要換新的時候呢 我們把舊的殼一樣裝上去 手捏著黃色的邊緣 拆下來 換另外一個filter過來 換好了以後 一樣裝上去 那一樣 我們出口的末端都是無菌的 這時候不要傻傻的手去摸到這個 像這種示範 好接下來呢 就可以把你過濾的液體 進行擰藥的用途